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月参加朋友小美的婚礼 婚礼上却没有看见软软 要知道 软软和小美可是十几年的朋友 小美结婚 她比谁都高兴 前前后后跟着操了不少心 以为她临时有事去不了 于是问小美 软软怎么没有去 小美笑容有些冷淡 视线转向一边跳过了这个话题 入戏后 旁边的朋友悄悄告诉我 小美并没有邀请软软 有一次 软软去小美家做客 接近小美出去接了个电话 软软想知道小美跟朋友说了什么悄悄话 于是偷偷过去听 给小美打电话的是她的一个亲戚 他们好像在谈论小美生病的事情 软软听到小美生病了 很替她担心 她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 很快告诉了另一个好友 还担忧地说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小美的婚礼 结果这件事被小美知道了 她异常愤怒 两个人由此产生了隔阂 最终分道扬镳 或许在软软看来 自己并没有犯下多大的过错 最多只是关心责乱而已 可是站在小美的立场 自己的隐私被人当作谈资 选择不原谅 也是可以理解的 西方有一句谚语 身子偷听或公开朋友的秘密 你将会失去这个朋友 在朋友觉得难为情 或者不愿公开某些秘密时 就不应该也好友关系 自居去追问打探 更不应该做朋友隐私的传声筒 退步而言 即便你无意知道